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继续来看DK对阵BT战队的第一局下半场 又是这个神秘的男人杜哥 这套阵容的话 哎 搬掉了机械师啊 对面是选出了一个先知阵容 他是打女巫的 为什么会搬掉机械师呢 不过他打的是一个控场流女巫啊 就是开局开始控场的 我们来看一下 杜哥的女巫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感觉 所以如果将来他有机会来到国内的话 也是一个劲敌啊 非常非常的需要关注 开局四号机这边抓到第一个点 先知 那么理论上面来讲 如果国内的屠夫看到这个先知应该是死抓 我们看一下他这把是不是死抓 直接寄生 寄生完原生跟过来 来 一刀抽刀没打中 追上去先知 就是这里一刀 这个点走的还行啊 这个点走的还行 女巫这边没有抓到什么机会 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如果他没有抓到机会的话 先知有鸟转进教堂就不好抓了 他是选择怎么一个说法 不管了吗 你看这就是一个杜哥他独有的一个打法 或者是日服因为日服的女巫我关注的并不多 所以说不太清楚 他是一个就是有机会就打没机会就酸的一个打法 哎 这边先打一刀没打中 哇 这一刀没打中 感觉都贴边了 再找机会 看一下 这边翻 哎呦 这个地方女巫的信徒想要打这个祭司 不是那么的好打 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就是能打 但是呢 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跟他绕 哎 这边抢一个床 震射 nice 这个抢窗抢得很关键 抢完窗以后呢 他为什么这个窗抢完以后会是一个震射啊 如果说不抢这个窗呢 因为本来他是一个快翻 因为抢完窗以后他已经在旁边贴 只是他翻不过去 那么他现在变成一个慢翻 刚好过来打一个震射 细节扣得很舒服啊 这个时间点卡得刚好 而且还挂进了一个地牙式 管住了一台遗产机 前期的所有劣势全部搬回来 现在还可以寄生一波 他是不带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寄生了 没打到 再补一刀 来看他这里的防守 女巫第一刀没有在楼梯口开 是很亏的 这边可能要交闪线 哇 这个鸟 还行吧 他这刀其实打在傭兵身上是最好的 但是打在祭司身上的话呢 因为刚才给了鸟 那么也不亏 这边再寄生一个 祭司在傭兵身上跟着 那么他的一个控场节奏就慢慢打起来了 这边祭司还想要拉个洞 还拉掉了 过去强行摸祭司 哇 这一波 因为本来想打一刀傭兵 没有注意到祭司的机器是测着自己 生命的最后一刻 拉了一个长洞 还被摸起来 这边还要清他的信徒 这你感性啊 信徒好像能清掉啊 这波配合打得很舒服啊 断了女巫一手节奏啊 断了女巫一手节奏 而且这边是喝了酒的 要快速击倒 但是我们知道好像这个原生信徒 闪现时交掉了 就看这一刀能不能打中了 抽到 哇塞 再打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这瓶酒要是喝上女巫 这把的节奏大裂 现在的话 因为这女巫是二挂的 他还能挂上 然后再寄生一波信徒 感觉想把这个女巫手死 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把这个祭司啊 祭司祭司 再寄生一个祭司 傭兵的信徒也是被清掉了 穷人尔这边的话 电击是差的有点多 因为他们小房有一台 有开了一半的遗产 然后这边用冰先喝个酒 他们的电击 现在这个地方可能要被管 女巫这里是选择局力防守 并没有想要去干扰过多电击的一个想法 他可能觉得这局有个祭司在比较讨厌 因为祭司一旦你只要放给他一点点机会 他在教堂这种地方遛起来 可以遛很久的 宁愿守死 守死以后这边再过来找人 场面上面没有信徒了 他应该是要直接就是打一刀以后交信徒 看这边再看再等等自己的信徒 来了没有还没来怎么怎么这么办 那直接记身了 这等了半天信徒自私不来 这里应该板子不下吗 这块板子看到信徒了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信徒的一个具体位置 我们不能够透视看信徒 信徒放的有点好 放这块板子外面 持一刀 然后要原生信徒闪现一刀补掉 闪现好了 来看怎么说 抽一刀没抽中 这地方过去应该会下这块板 板子下完来等闪现一刀 漂亮 还行这刀没有立即出 这刀如果闪现过去直接打的话 有可能就打不到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仙姬是绕了一圈的 他绕了一个回形 但是场面上面只剩下一台电机了 我们看杜哥是如何来控场 这边人先传过去 原生带过去 然后寄生信徒把人挂上 先把这台电机守住了 这样应该是单信徒来守这边的先知 然后你要救救救 反正你那边也没有什么电机 我这边管住一台电机 人主体来管理电机 优兵居然救下来 其实对于屠夫来说也差不多无所谓 管住电机才是关键 走位在各种在骗各种在骗 来这边先知 打一刀调酒师这边 喝口酒还是比较讨厌的 因为你是一个闪现而是一个传送 他有酒吗 刚才我们想一下 他是给祭司好像喝了一口 给傭兵喝了一口 两瓶酒交掉了 那应该是没有酒了 还行 这里再摸 原生带过来 可以看到他完全是不着急 那个调酒师就算是打一刀能倒 但是他进了墓地 我一个没有闪现的女巫怎么打 对吧 可能花非常久的一个时间 再打一刀 打在劉兵身上 哇这刀好亏啊 这刀好亏 这刀打在这个先知识上就血赚 但是整体上面就是刚才那波节奏啊 那波传送过去管那个调酒师的节奏 控住了 控住了以后呢 穷者现在全部打残 然后女巫待会儿寄身好以后呢 又有人数上的优势 穷者就比较难打了 如果不是那一波对吧 他刚才如果选择守人 那基本上还是以一个 保平真胜的场面会比较多 这边直接传过去啊 看能不能快速打一刀 打不了就算了 再本体再过去啊 再看来 你这边救人 来一刀没打住 扛刀吗 这边再打一刀用兵 继续选择控场 因为先知的一个信徒 是在这边的 跟着就可以了 打一刀好 那边应该是要管主体了 主体应该动吧 对主体要动 看一下电机 先知这边要自清 传送 看一眼电机 打的就是思路很清晰啊 他的一个思路就是以 就是纯粹的一个控场流思路 就开局就开始打控场 而不像我们就是抓到人以后 手上面有节奏了 再开始慢慢的手慢慢的控 然后把这个优势鬼血圈滚大 他不是 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全场的一个支配 然后被慢慢控 这种打法 从目前来看啊 两次的比赛来看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把求生者的一个弦 这根弦呢越崩越紧越紧 只要这根弦被绷断了 求生者是一点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的 然后不像我们国内的那种打法呢 更加的相对于来说更加的以一个逐个突破啊 逐个突破 它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控场流 然后我们的是各个突破 抓了你有机会控控 没机会控 反正你过来 你不打两刀 再打一刀 一个上挂飞的先知 这把应该是要四杀了 传送马上好了 两种打法呢 各有千秋版 不能说哪种好哪种差 只能说是尽量能够把两种的都融会贯通 这样的话呢 以后我们国服的选手来打 这种比赛就不会 摸不到头脑了 因为国内打这种思路的女巫呢 在比赛当中是没见过的 可能在排位当中应该也会有 但是应该不多 因为毕竟可能国服很多女巫都是看着这些顶级选手打比赛 然后慢慢的去总结他们的一些打法 然后来提升自己的嘛 那么国内的打法呢 很少有偏这样的一个打法啊 我觉得还是要多学习学习 杜戈 深渊三 好吧 我们深渊三接 也就说他们这边是一个10比0的开局啊 这个四杀应该是跑不了了 就开局抓了个先知然后打了两刀没打到就算了 你感兴吗 对不对 就在国内基本上是不敢想象的一种打法 哪有一个这么鲜美可口的先知啊 我就算了的 没心牵起来 直接投降了 好的 我们上市休息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